141是表发的 青阳大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一般就是射行位 射行位是基础 每一位都原是一切位 那么射成十一本 那还有四十一呢 四十一是射住 射行 射回向 射地 这是四十 本折一本 四十一是这么来的吗 你看他对于基础 那就说得很清楚 基础一本 最难的就是基础 那我们今天修佛 遭遇到严重的困难 念佛念这么多年 连个消息都没有 哪一个人敢说有把握往生 你都不敢说有把握往生 那么换一句话说 对于往生还是打了问号 没有把握 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的基础没有打好 基础的教学 佛是非常慈悲 讲得很主到 那我们也真是也抓到了 不什么有掌握到 掌握到了 金宗同学 我们的修行科目 五个科目 第一个 经业三福 那就是整个佛法修学的总纲理 总原则 那我们找到了 第一条 效仰奉 奉司司长 雌信不杀 九十三页 我们找到没有 如果这一条不能够落实 那你根就没有了 这一条是根本的 这一条是世间法 不是佛法 第二条才是佛法 第二条是授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犯卫习 这才真正的 借授三规 借授三规才是佛弟子 所以第一条 世间善人 世间你都不能做一个善人 在佛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世间这个善 你都没有 你怎么能修佛呢 佛是大善 佛的善是建立在世间善的基础 所以这个在戒律里面 你看佛藏经里头 说的就很好 佛弟子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非佛弟子 佛不承认你 这种善女人 是 咱们 是